空军司令部本周六在花莲空军基地举办营区开放活动 雷虎小组继三型主力战机IDF-F16和幻象将进行特技操演 今年除一的鲨鱼机服役神崖中最后一次在东部公开展示 是将成为焦点 雷虎特技小组搭配红蓝白三色彩烟 在蓝天画出美丽弧线 记者徐亭阳摄影 分享 左举行首次全兵力育校 由空军雷虎特技小组飞行特技表演 开场炒热气氛 以花式飞行 七机联合演出大雁飞行 炸弹开花 倒飞 单机慢滚 六机扇形展开与一件穿新等招式 搭配红蓝白三色彩烟 在蓝天画出美丽弧线 花莲空军官叫本周六举办营区开放活动 有最令人期待的特技机表演 记者徐亭阳摄影 分享 接着空军三型主力战机 金国号 幻象2000与F16单机性能展示 进行空中飞行特技操演 表演到飞 9G小转弯机垂直钻身等特技 明天将再进行一场演练 提早开放新城湘宁参观 静态展示武器装备27项 包括幻象2000型战机 P3C反潜机 AT3教练机 RF5侦察机 F16战机 阿帕器攻击直升机 黑鹰直升机 S2T鲨鱼机等 其中鲨鱼机是服役生涯中 最后一次在东部公开展示 S2T鲨鱼机 今年除役市府役生涯中 最后一次在东部公开展示 记者徐庭阳摄影分享 空军司令部表示 此次营区开放活动 是配合纪念77抗战 及庆祝空军814剪桥空战 胜利80周年 开放时间为23日上午9时 至下午4时 去年花莲空军基地开放活动 逾5万人次涌入 今年将出动60辆街泊车 民众可在花莲车站 北浦车站 德星体育场 花莲酒厂四处地点搭乘 参访民众凭中华民国身份证 如未期待相关证明文件 不得进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